经常有同学让我推荐一款适合PS5打游戏的耳机 那么这款漫步者的Hercuti G6 Pro就可以 我用了一段时间了 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一句话总结 那就是它支持PS5超低延时 而且它是以游戏为主的耳机 G6 Pro上市没多久 外观长这样 我这款是白色的 它还有黑色的粉色的 有蓝牙和2.4G两种无线模式 Type-C口充电 带麦克风 带RGB灯效 支持多平台 比如手机 平板 电脑 PS5游戏机等等 它连接PS5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接收器插到PS5上面的USB A口就可以了 PS5会自动识别出来 它是G6 Pro 最关键的是 玩游戏的时候 感觉不到声音的延时 和有线耳机或者音箱没什么区别 从延时上看 这耳机有点技术含量 官方说是15秒延时 应该是很厉害了 我实际在玩使命召唤20的时候 远处的枪声听得很清晰 而且游戏的沉浸感很强 和普通的音箱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也看到 有网友提到 每次关机接收器插拔的问题 找客服去要个升级包就行了 现在已经解决了 如果你是20.6之前的版本 可以直接使用升级包升级 如果你手头上已经是20.6的版本 就要在电脑段将USB接口5V输出 常打开就可以了 继续说耳机 这款G6 Pro我女儿比较喜欢 她用的时间比我用的都长 她主要用来听歌和游戏 我女儿对这款耳机的评价是音质好 层次清晰 她说连乐器都能分层 比我这对5寸的香蕉猴 基本舞音箱分层都要好 她用的还是蓝牙连接的小米手机 听的是QQ音乐 G6 Pro耳机 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呢 我感觉这款耳机整体调校 还是偏游戏的 中低音效果也不错 游戏里的爆炸声很带劲 配戴也比较舒服 它的长度是可以调节的 有9个刻度 适合不同尺寸的头围 另外它的耳罩有两套 默认配的是超级蛋白质材质 很柔软 像那个皮质的 在包装里还送了一套网布耳罩 这两个都不错 另外我还发现这款耳机 自带了物理降噪 物理隔绝声音 游戏沉浸感更好 就连机械键盘打字的声音都变小了 下面说说使用层面的 G6 Pro它的功能很全 也很方便 比如这个麦克风是可以隐藏的 把它拔出来还可以调角度 麦克风上还有灯 一眼就能看见麦克风 现在是关的还是开的 耳机左侧听筒 上面第一个滑块可以切换2.4G或者蓝牙 切换后会有中文语音提示 这点很人性化 下面是主键G 双机这个G键是切换音乐模式还是游戏模式 按住这个G键3秒是开机 按住5秒是关机 下面还有一个音量调节旋钮 这个音量调节是和手机和Windows的那个音量调是同步的 PS5里面也可以调音量 这排按键倒数第二个是麦克风静音键 但是如果你要点两下的话是切换RGB灯效 连按三下是关闭或者打开RGB灯效 说到灯效就不得不提到续航 官方介绍说如果关闭RGB灯可以延长很长时间的续航 其实根据我这几天的测试 如果不关RGB灯续航也不错 充满电后能用很多天 电池的容量是850毫安时 如果关闭了RGB续航会更久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测试那么久 续航不错这点确实很实用 反正这个RGB带上自己是看不见的 下面说说这个2.4G的接收器 它也是有灯效的 而且还可以分体把它拆开 默认是组合在一起的 用的是USB-A口 如果把它拔下来 这个小的它是USB-C口 可以适用更多的设备 比如iPhone 15 这个接收器插在Windows电脑上 是免驱的 直接用就可以了 G6 Pro这款耳机是支持7.1环绕音效的 这是漫步者和CMedia联合打造的7.1音效芯片 在游戏中立体音效很沉浸 我也从漫步者官方网站下载了 G6 Pro对应的配套软件 安装完了之后耳机的音质和音量都有明显的提升 但是目前驱动软件貌似对Windows 11系统支持的不够好 主要是体验不好 有一些功能键隐藏的很深 客服说目前正在开发新版软件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用了 那么这个新软件新驱动值得期待一下 Hercate G6 Pro是一款游戏电竞耳机 目标受众也很明确 是以游戏为主 特别是以竞技游戏为主的玩家 可以是电脑PC平台 也可以是PS5 Switch游戏平台 手游也可以 除了游戏 听歌 看电影不错之外 耳机的颜值也是在线的 就是这个价格 要是能再便宜点 就可以让更多的玩家接受了